大家好,这里是大石头解说,我是段小雨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部 小伙的箱子里装着一个人 只要弄疼他,就会不断突出金币的电影 杰克是一名普通的学生 他因为逃课出去旅游,被老爸狠狠地骂了一顿 而且,旅游也刚刚跟他提出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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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那样会暴露自己,会被他们找到 杰克生怕麻烦找上自己 当即就要把他再送回机场 老黑急忙制止 让杰克把自己弄出来 然后自己就可以离开了 杰克心想这样也行 但老黑目前的状态很可能已经闪架了 要是离开箱子的支撑 很可能就会立马死掉 他不敢轻易下手 老黑鼓舞他,让他先冲脚开始 杰克小心翼地上手 轻轻地掰着老黑的脚 而老黑已经腾到开始大叫 突然从老黑的嘴里喷出一枚金币 杰克看着这枚金币不知所措 不知道这是什么奇怪的设定 老黑也不在隐瞒 说自己有这个能力 只要把自己弄疼 就会吐出很多金币 杰克难以自信地听着 但在事实面前 他也无力反驳 老黑接着说道 现在先休息一会 待会把自己从箱子里弄出来 自己会非常痛苦 一定会吐出很多金币 到时候金币全部给杰克 就算是对他的帮助给他报仇 说完就虚弱地闭上了眼睛 杰克小心翼翼地 重新把行李箱的拿捏拿上 然后把箱子搬进了自己的卧室 看着这个能吐钱的箱子 躺在床上的杰克 带着担忧渐渐地睡了过去 当晚他就做了一个噩梦 梦见自己被箱子装了起来 然后进来一群黑衣人 拿着手枪对着箱子就是一顿射击 杰克立马惊醒地过来 吓得脸上都是能汉 看着桌子上的金币 杰克当即就拿了金币 到股东中心进行见地 股东店的老板告诉他 这是一枚几百年前的金币 很有收藏价值 而且还是纯金打造 自己愿意出275美元收购 杰克想都没想就答应了 毕竟不是自己的钱 之后他把卖金币的这件事情 说给了室友听 室友觉得他卖少了 至少得卖300美金 室友问他这枚金币哪里来的 杰克谎称是在行李箱杂午中捡到的 室友又问还有吗 杰克说也许吧 回家的路上 杰克告诉了室友真相 可室友根本就不相信 刚要进家门的时候 旅游正宗家里慌张地跑出来 他显然是看见了箱子中的人 带着哭腔对着杰克说 我一直都知道 你是个什么事都做得出来的败类 但没想到你会杀人 室友立马感觉不对 率先跑回屋里 发现了露出箱子外的手掌 打到的他当即打开了箱子 发现老黑正全说在里面 就着他要靠近 看得更清楚些的时候 老黑突然转过头来 吓得旅游和室友当场尿了 直到老黑还是活人之后 旅游当即质问 为什么不把老黑弄出来 说着就去掰老黑的脚 杰克也上前帮忙 疼痛让老黑再次吐出了一些金币 老黑急忙让他们停手 说要休息一下 旅游还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 可是有看着地上的金币 却懦有所思 他正在明白 杰克的金币哪里来的 他把两人叫到一旁 兴奋地说出了自己的计划 既然老黑能吐出金币 那就依靠老黑变成有钱人 可杰克并不想折磨老黑 只想快点把老黑弄出来 旅游女友还在询问杰克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的时候 室友冲到箱子旁边 把拉链拿上 然后把箱子从二楼踢了下去 大量的金币从箱子里撒了出来 几人瞬间傻眼 杰克的初衷也发生了变化 余游也不再逼逼刀 他们都被金钱蒙蔽了双眼 最终杰克说道 把老黑留在这里48小时 然后就放他走 三人一拍即合 为了得到更多的金币 从此开启了对老黑非人的折磨 用老鼠夹夹老黑的手指 用老虎钱拔掉老黑的牙齿 女友还穿着高跟鞋不断的踢脑黑 甚至连减肥的按摩袋都用上了 总之无所不用其极 只要能让老黑感到疼痛的方法 他们基本都用了 全然不顾老黑的感受 随着金币大量的突出 几人也过上了纸醉精密的生活 从此再也不用为生活发愁 原来要跟杰克分手的女友 也开始回心转意 杰克还以为自己找到了真爱 孰不知女友早就跟室友混在了一起 不久 室友就发现了一个更加来钱的方法 就是用电机打在老黑身上 随着电流的加大 老黑口中的金币 如同喷泉一般涌出 杰克看着老黑痛苦的模样 越来越于心不忍 他不想再用这种方法 这样下去 老黑会被电死的 但另外两人一致反对 他们已经被金钱冲昏了头脑 才不会管什么老黑的死活 只想得到更多的金币 这时 老黑虚弱的说话了 他说让他们垫吧 反正自己马上要死了 可杰克依然无动于衷 室友上前加大了电量 杰克急忙阻止 室友开启了洗脑模式 说如今正在朝梦想的生活前进 有钱什么都能得到 还管老黑的死活干嘛 但这招对杰克明显不起作用 他不想因为自己的自私 而沦为杀人犯 女友和室友明显已经周祸入魔 但杰克是清醒的 说着就拿出手机报警 可女友抢了他的手机 当场就用斧头把手机砸了个稀巴烂 然后转过身来 一斧头砍在了杰克的头上 杰克瞬间懵逼 没想到心安的女友 可以为了钱对自己下十手 血水很快流了出来 杰克跌跌撞撞撞地朝楼利坚走去 女友并没有打算放过他 准备给他致命一击 可还没下手 杰克就翻滚到了楼梯下 慢慢晕得过去 女友以为出了人命 当即慌了神 还是室友淡定 如今有了这么多钱 他都已经想好了逃跑的路线 安慰好女友后 在离开之前 他还有最后一件事要做 就是加大电量惦见老黑 竟然得到一笔巨款 还能杀人灭口 就在他准备动手的时候 老黑突然笑了起来 他两眼放黄光 笑着说 你们太调皮了 这世上怎么能容下你们这种恶魔 然后老黑爆发出超能力 室友两人被七郎推到一旁 箱子里的老黑 逐渐幻化成一个可怕的恶魔 还伴随着恐怖的笑声 室友两人已经吓到 腿脚不听使唤 无助的瘫痪在墙角 伴随着恐怖的尖叫声 两人被恶魔分别装进了箱子 镜头一转 杰克已经被送到了医院 而且已经脱离了生命危险 床头柜上正摆放着一个置板 上面是老黑写的话 朝日康复 你这个令人意外的孩子 如果以后需要任何东西 想我一下 我就会立刻前来相助 另一边的机场里 老黑已经变成了一个正常人 他正要离开这种城市 登机前 他把装着室友和绿友的两个箱子 放上了传输带 箱子里的两人不断地大声呼救 可工作人员就像没听到一般 脑黑满意地点了点头 就这样 装着室友和绿友的两个行李箱 被送上了行李传输带 通向不确定且不愉快的未来 这部电影出自鬼作秀第一季的第三集 这部电影告诉我们 做人千万不要被贪婪迷失了自我 恶人终将得到恶报 好人一定会有好报 这部剧做得比较好的事 不是一惊一炸 而是循序渐进 细时极恐 喜欢恐怖片的朋友可以借鉴一下 每个人在童年 总得有那么一段刻骨铭心的惊悚启蒙 像是一阵钻进短袖山里的初秋的风 捉弄的人忍不住抖衣精灵 鬼作秀就是我的恐怖启蒙老师 当初把人吓得半死 恐怖的故事 有其他故事没有的心急和诡异 但是不变得依旧是人性的探讨 恐怖片可不仅仅是用了吓人道 希望今天的故事 给你的人生一些启发与思考 好了今天就到这里 请原谅我的大舌头